25歲的曾慶龍現時是立法會議員助理 月入12000元 他和家人一家社口住在上水的公屋 他說現時樓價太高 即使在新界北區的賞車盤都要200萬 工就工得起 不過最困難就是首期 譬如當200萬左右 我要七成的按揭 大概都要給幾十萬做首期 對於我工作了幾年來比較吃力 面對現時樓價高企 結婚生仔這些人生大計都要推遲 不過政府兩年後推出的新居屋 令到他有機會做業主 居屋是價錢比較有優勢 我們作為資金有限 我當然會留意比較便宜的居屋 他說由於要補地價 日後就算買了居屋 都未必轉手賣出去 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屋地產學系教授 許志文認為政府建議的五個補價方案 無助推動居屋而搜市場流轉 在現在的幾種計算方法 你發覺有種怪異的現象 就是我住得久 我保價就越多 因為它涉及利息 利息就一定涉及時間 如果說利息不說時間就很有趣 變成我住得久 我就越保得錢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為何要保 到了某個階段 就完全不會打算保 亦不會打算買 香港昏迷電視記者 袁俊豪報導 請isson聚會 saints 爹 其